哈囉,大家好,我是阿屈 歡迎你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今天要實況的遊戲是龍 對 說結束,結果還是龍 因為我後來還是仔細的調查了一下 就是看我是不是真的把所有的結局都拿完了這樣子 發現其實我並沒有把所有的結局都拿完 可是我還蠻厲害的啊 就是我沒有看到攻略 我還是拿到我該拿的結局了 對,就是真正的結局 之後我也稍微的把真結局那個地方稍微理解了一遍 就是應該說是 嗯 嗯,小彤的媽媽 對 喜歡 喜歡 嗯,彤彤的媽媽 對 之後 小彤很不能諒解 所以她殺了她媽媽 之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嗯,什麼美學的牽強理由 大概是她覺得 嗯 彤彤覺得她媽媽跟 跟小彤她媽媽兩個人 就是 嗯,言敗和這處很漂亮吧 對 對 所以對於 嗯 把 把 小彤把她媽媽殺掉這件事無法諒解 所以 她 她也殺了 她媽媽 她自己的媽媽 跟小彤 對 就只是為了美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大概是這個原因 這個 這個理解方式吧 好的 那 今天 就是 為了 大家 所以我們 把 結局一 跟結局四 再 稍微的 跑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嗯 其實 我 就是 也沒有拿什麼東西 就是很快的跑過 之後其實發現 嗯 結局一 就是 什麼都不要觸發 對 就是 直接去 呃 最 最後的終點在 可是我們還是要到這個地方來 觸發一點點回憶 彤彤我真的很不喜歡現在這個樣子 嗯 討厭 媽媽一點都不關心我 總 總是只想看 自己的事 對 可是媽媽也不好過 對 因為我們必須拿到這把鑰匙 所以我們才能進去裡面 玩 最終大結局 這樣子 嗯 嗯 他的 觸發點就是 他也不能 去調查 就是等一下 我們去調查那個 黑魔法 就是 就是地下室旁邊還有一個 房間 他那邊就是講黑魔法的地方 也不能調查 就可以直接來這邊了 所以我們會得到我們的Bad Ending的結局 一 嗯 結果 你還是回來了嗎 什麼啊 還有 奧石叔叔 你身後那個 對 因為我們就是什麼都沒有觸發 所以我們的主角通牙 是什麼回憶都還沒有記起來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很不能理解下來的狀態 嗯 你又不是不知道 這 這都是什麼啊 難道你真的一無所知 小童不應該會告訴你什麼嗎 你是他所謂的這麼重要的朋友 等等 這 這都些 這都是些什麼啊 童雅 難道你以為失去記憶就是清白的嗎 噢 你想幹嘛 對 不要 小童 救我 爸爸 你在對童童幹什麼啊 小童 難道你什麼都沒有告訴他嗎 我 我 因為 童童一定不想知道的 小童 為什麼你總是躲著我 明明還在家裡遊蕩 卻要躲著我 嗯 明明我可以把你復活的啊 咳咳咳 對 太激動了 咳咳咳 咳咳 對 他覺得他什麼都可以 其實 死人復活這件事根本就不可以嘛 你為什麼總是 這樣自以為是製作主張 明明都你都失敗了啊 你所謂的 愛的人 都變成怨靈了啊 我並不是以我所知 你們所做的一切 爸 爸爸 對 他 小童 救不了我 之後 媽媽也不見了 還是 還是只能暫時鎖住嗎 好難受 對 小童 你最重要的人的心意 可不能辜負 不要 不要這樣對童童 啊 你想對我幹嘛 有沒有看到啊 我翻白眼了 他 他把我殺了 要吃叔叔 這就是我們的 Dead Ending的 結局一 對 一無所知的死掉 其實 我是殺人熊獸 好 那 結局二 結局四 就是我們要看到這個 我們的黑魔法的 相關記憶 怎麼詮釋黑魔法的書 爸爸在這裡舉行特別的儀式喔 特別的儀式 因為 如果得不到他 那麼 即便只是 將那個人的靈魂 囚禁在自己身邊 也會很幸福了吧 這樣嗎 是啊 而且 這是黑魔法呢 祭品的怨念充滿整個房子 還吸引了附近不少怪物呢 雖然怪物也喜歡活物 之前的那些怪事兒也和這些有關吧 也不詮釋 因為 媽媽也很約和吧 丁莉阿姨 媽 也沒什麼嘛 大概也快到結局了嘛 對 你身上帶的東西一定會讓你看清真相的 對 所以我們就 就 觸發了 黑魔法的回憶 之後 我不知道 這個有沒有就是一定要拿 就是 我們要出去 對 人家是說 恩 拿著頭 可是應該是說 就是沒有拿 拿那個 銀色的劍 如果把頭 歸還到他身體那邊的話 他就會送你一把銀色的劍 也不是送你 你可以就是發現一把銀色的劍 之後 啊這裡是 對 我們又出發回憶了 嗯 對 非常的難過 媽媽不喜歡他 也沒有關心他 之後 我們只是為了拿鑰匙 好我們快走 對 我們要試用鑰匙 之後 另外一個要觸發的點 好像就是要 觸發這些屍體 對 是黑魔法的祭品喔 祭品 因為 黑魔法需要鮮活的生命嘛 人的生命有起有效 對 就是又是講黑魔法的事 那我們就可以 前進到 結局的部分 結果 童亞 你還是回來了嗎 果然還是黑魔法呢 可是奧齒叔叔 這樣做又有什麼意義呢 竟然用這麼大力 大意淋藍的口氣呢 那你做的事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 我做神 即使沒有恢復記憶 小童也沒告訴你嗎 童亞 難道你以為失去記憶就是清白的嗎 嗯 對 他又把我綁起來了 爸爸 你在對童童幹什麼 小童 小童救我 小童 難道你什麼都沒有告訴他 我 因為童童一定不想知道的 對 這 這 我 呃 剛才在試玩的時候 其實我玩到這邊的時候 還 曾經一度的以為 我就是用 一樣的結局 發現後來 欸怎麼會不一樣 這樣子 明明我可以把你復活的啊 對 自以為是 你們所做的一切 爸爸 為什麼 終於成功了嗎 終於 不要再這樣了 夠了 好痛 已經不想再這樣了 對 嗯 明明 我是這麼愛你的 對 走 嗯 這應該就是丁莉阿姨 嗯 就是 同樣的媽媽就把她殺了 爸爸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 我怎麼 不可原諒 不要 不要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殺害童彤 小童 你已經無藥可救了 童彤 雖然說好了 永遠在一起 但看來要爽約了 小童 童彤 再見了 咻 對 對 他們就 一起消失了 突然也很感傷 對 為了保護我的小童也 也 也被帶走 這就是我們的結局 結局是 End 沒錯 唉 還是有點感傷 嗯 嗯 即便是這樣 就是 嗯 龍這款遊戲 希望還是給大家有開心的感覺 雖然 嗯 之後應該還是有二周目的設定 好像是 對 那 把所有的結局都符上了 是希望大家能徹底的了解這款遊戲 不管是真正的結局還是 對 Bad Ending之類的 嗯 好的 那如果這款遊戲 有二周目的話 我們會找個時間 對 我們會 繼續把它拍下去 這樣子 那 真的沒意味的話 那我們 這款遊戲 把 到目前為止 就是把所有的結局都破完了 那就是 這個遊戲 就 稍微告一個段落囉 哈哈 對 好的 那 那我們 這一集 就差不多也要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